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來越詭異 很明顯你開始想出來 人們已經有人質疑說他是借限罪令 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 你看起來是的 看起來的確有這樣的現象 現在你說周圍 我們周圍有人走動 很輕易見到四個人以上 你搭地鐵 有沒有搞錯 那些人上班 四個人容什麼 他就是不讓你聚集在那裏 插頭遮路 所以如果是這樣說 這個疫情可能是很久的 到年尾可能不可以有單 他都可以借這個做藉口 防疫做藉口 限制人的自由 一開始有人這樣說 我也不多為言 最緊要都是防疫 如果早一兩個月來講 大家忍耐一下 過了才出來 但現在看起來有矛盾 很明顯有矛盾 還有有古怪 香港人是否接受這件事 不接受又怎樣呢 是吧 那就要開始行動了 五一有人要求示威 公盟要示威 不止公盟的 有些勞工團隊在街工 他們都慣在五一 搞遊行 一定有的 我以前都可以過的 五一遊行 人是很少的 但是你說意志大 那你其實是隔開走都可以 那整個街都是人 不讓你遊行 其實目的都是不讓你遊行 好了 我們問打後又怎樣 是吧 公盟好像搞網上遊行 這些是搞笑的 已經是搞笑 那好吧 現在可能是六四都 即我猜 似乎都是借頭借路 六四不給集會 那就回到我們基本的問題 大家要想 不讓你就不做 那就不要講抗爭 是吧 當然大家就要面對這些 可能出現的風險 就好像疫情下落 疫情一落 大家的問題就回來了 我們的抗爭是否要繼續呢 或者起碼要回復呢 就算不抗爭 我們這些和理非集會 行之有效 二十幾年的和理非集會 是否要開始出現呢 尤其是現在 大家很想出來表達一下 不滿 那現在是否借頭借路 就從此不讓人在公眾集會呢 這個是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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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完全違反人權 之前你用防疫做理由呢 因為人權公約 都是說你可以限制的 如果是因為衛生的理由 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的問題 那肯定 這個就是公共衛生 國際已經有先例 其實沒有什麼人質疑的 但問題是他莫名其妙呢 用這件事限了你不准集會呢 竟然從此變成四個人就不行了 這個就會構成一個明顯 已經禁了香港人遊行自由的大問題了 那我想呢 我想泛文明呢 大家都明白了 我都開始留意到 那泛文明的問題 現在怎樣應對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不停申請 人家不停拒絕你 不停拒絕你 那你是不是重現一次說 你不批 我照上街 照上街 那又怎樣呢 大家想想 拘捕了十五個人 就是因為那次 八月十幾號 他說不批 流水集會 不准集會 不准示威 流水式都不行 結果 民主派的大哥 李柱銘等人 公開呼籲 上街 那天我都去了 去灣仔 八一八 八一八 就是這樣了 那現在是不是要重現 八一八的光景 泛文要出來帶隊 真的很遺憾 我說我這麼勇敢 衝出去也好 那我一個阿伯姐 沒什麼用 你要多人出來才有用 是不是 多人出來 不是要製造一些人被人拘捕 又要多到他沒得拘捕 你才有那個意義 那這個泛文要徹底想一想 就是做不做這件事 那無可避免 即現在香港人要重拾氣氛 那個熱誠 其實要靠泛民去帶人 因為幾十年來都靠泛民帶人 去年都是泛民帶起頭 抗爭運動 那和理非開始 那現在要求是和理非開始 如果這次不做 就遲些行不行 我一向說遲些沒所謂 七月不行 八月都要重拾 大家休息一下 這麼辛苦 就是等他和美國打仗 先打某月戰 我們香港人休息一下 都不是聚 去年這麼辛苦 辛苦了半年 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定要有個很清楚的 日期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要求公民的示威 遊行活動 就算是和理非 如果我們沒有底線 那就被人侵蝕了 這個其實現在 泛民要面對 因為你作為領軍的單位 要面對 一般人每個人都要問問自己 什麼時候你覺得很過分 還不取消限聚令 那我們就不理了 照樣上奸 大家開始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五一不搞 五一五四好像有人申請 繼續用申請去試一下他的底線 其實我想 超前的網 都不用試了 六四晚可能都 我想是不給 六四晚都不用想 都是不給的多 六四前幾天 不知道哪天 大約是五月底 六月頭 傳統上是六四前禮拜天 是遊行的 人數不多 三五兩千 這個已經是標準活動了 但都似乎沒有了 是 好像有個六四場跑 是吧 三十 二十一里 二十二里 不是 三十一、二里 三十一、二里 是吧 我還能跑到 不過我從來都沒有參加 恐怕又沒有說 聽話搞 不是 連年都放風箏 又沒有說搞 五月通常有些重要日子 但都不是有活動 但似乎沒有說準備搞 但今年如果不搞 會不會明年限制令 明年都沒有搞 那我就有些懷疑會 就是會趁這個機會 從此就不給公眾集會 可能性都有 就算你說沒有那麼離譜 那它都搞到你 周身不罪 是吧 還有你沒有什麼理由要退讓 是吧 就是六四 這麼悲情的事 全世界等著你那張燭光晚會的照片 如果今年停了 我又 你當我包口不好 我預測 是沒有了這個畫面 是沒有了這個畫面 繼續搞 有得搞應該搞 但如果不讓你搞 或者 就是今年沒有得搞 那明年可能都不同了 那無論如何 這件事是一個 即六四是香港人 是一個重要的集體回憶 是很重要的集體回憶 沒有了 沒有了就是一件 相當不令大家高興的事 你會不會不搞呢 你就要試 試的意思就是你要申請 申請 現在距離正式六四萬會 剛剛是有五個禮拜到六個禮拜 五個禮拜到六個禮拜的時間 足夠的了 你說疫情 你看看六個禮拜前 都還沒有開始有限聚令 其實可以預計 預計沒事的了 應該搞得了 公眾集會 但問題就是搞不搞呢 其實是考驗大家 還有就是 他這麼野蠻 不讓你集會的了 因為他已經鋪定 六四之後還有七一 七一就是大件事 七一開始 七一二 六月也還有 六一二不是七一二 六一二 六一一 暫去年開始打打招打打打架的時機 六一二 六一八 又是很多人上街 這些重要的日子 就算不遊行 不是星期日就不遊行 但是你那天也會有時有人曼黑出來 這些紀念日子六月是重要的 那麼你六四不給 後面那些跟著都不給 好吧 後面那些有了 我就比較 比較上心 大家應該比較上心 六四你是不是都不去 你是不是民主派 或者支聯會 香港人 政府不給 拉李全命地拉非法集會 可能開TG 我們就不去 如果是 大家想想 挺可 可事的 六四是甚麼事 六四本身 六四本身是開坦那車 車是人民 你因此擴充了三五十年 現在只不過說 我開槍雷彈你就不去了 我們香港人是不是很虛偽呢 幾十年來原來很舒服地去悼念 然後去支援 你支援了甚麼 就沒有了 就算了 起碼我們還要悼念 悼念都是一個 人民說不 那個姿態都是很清楚 那沒有了 原來不是的 只不過是稍有壓力 就沒有了 算了 這樣 變成所有香港人 都要面對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要自己問一下自己是否這樣搞 這樣就不去 是吧 如果是的 都無所謂的 因為時時世易是會變的 是吧 但問題 如果你真是有心道理六四 那這個要怎麼面對自己呢 我想這個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問的問題 是否樂社都是香港人心中的痛呢 就是之前有些文章都會寫過的 始終香港人是多年前都要一百五十幾萬人上街 可以抗議過這件事 文革就不關香港人 即香港人沒有份 沒說不關的事 香港人沒有份 沒有捲進去 香港自己有暴動 那時候 文革因此有暴動 也沒有特別紀念暴動 是有個角色的 當年是有個角色 因此有很多香港人在上面 有很多記者在上面 你說一個創痛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你好像是一齊了 整件事是一齊了 大家的情緒上都是這樣 六四之後我們有八五萬人上街 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在馬路中間走 我一輩子第一次 我還以為世人沒有第二次了 走完這次在馬路中間走的感覺 感覺很有趣 可以在馬路中間 怎知道原來 連年都可以在馬路中間 OK 你想想這個 在香港人來說是特別的 現在問題始終是 整件事如果到此畫上一個休止符 31年了 在今天停了 這是不是你自己想的 還是被迫的 如果你在香港人的立場 或者香港人的一個社會運動的立場 或者香港人的本位的立場 我們說是自己畫事 我們停就是我們的事 但如果你逼我停就應該不要接受 是要照搞 而且要照顧我們 我們喜歡停就是我們的事 但我們要做 你是不能夠干預 這樣才是一個兩制 現在說不准限聚 什麼意思呢 其實沒有意思的 不過好 大家都合作一下 控制疫情 大家是一種諒解 免得多事 也免得惡化疫情 你爛我 我爛你無謂 所以就是接受了 你不要被人上街封了地鐵 基本上天天要像大陸那樣封城 封城是你不准出街 你打電話送東西上門給你 這樣來防疫 現在從來都不用這樣 那需要什麼要 你的意思是28天 什麼意思呢 你不就是找來搞 有希望 希望怎樣 就是借這件事 禁止近來的活檔 一會兒自己呢 你看網上 就是知道的 明白的 這個陰謀 明白的 不願意接受的 是準備抗爭的 就是願意的 問題是你 較為影響力大的泛民 因為你要你帶頭搞和理非 你願不願意冒這個險呢 最重要的是 目標相同 就是要搞得大家都走出來 因為抗爭就是要人多 人多越安全 大家都安全 如此 會有一個不堪险